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经常往返海桑大桥的朋友要注意 大桥的翻修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 近岛方向部分车道周末开始封闭施工 另外因为大桥的锁塔防腐涂装的需要 下个星期还会封闭双向部分的车道 昨天晚上嘉河路和南山路的交叉路口 一辆土方车撞到了电动车 其电动车的两个人当场死亡 自己的女儿被男同学欺负 父亲去同学家讨说法 争执中持刀商人被起诉到法院 好 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新闻节目 18个BRT高价站点的经营场所 又要重新对外公开招租了 而且是整体招租 租金是每年13万2300元起 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 记者从厦门市快速公交厂站公司了解到 这次对外招租的是整个快速公交系统的 18个高价站点经营场所 5年的整体经营权 意向登记时间将一直持续到下周五 这18个站点分别是岛内的开河 陡西 连板等10个站点 以及位于吉美区 同安区的嘉庚体育馆 滨海星城 清宫食品园等八个站点 使用面积大多在30到40平方米之间 各个站点内的经营场所 都位于二楼站厅层的非付费区域内 天桥的人行道旁 正对着乘客进出站的闸口 人流量很大 而租金方面 第一年每个月的租金为整体13.23万元 从第二年开始 每个月的租金是上一个合同年的1.06倍 换算到每个站点之后 第一年单个经营场所的月租金为7350元起 如果参与招租的人多 价格可能还会提升 另外这18个站点的经营场地 要求必须用于经营包含超市管理 或百货零售 食品生产加工等项目 经营过程中不得产生油烟 影响BRT车站的卫生及运营 不得使用液化器等明火设备 对于BRT站点经营场所 要重新营业的消息 采访中不少市民都表示欢迎 应该会昏并周边上下的乘客 有需要的话特别是夏天 觉得开什么样的类型的店 或者卖什么东西会比较好 可能就饮料 特别是厦门 夏季比较长 一些饮料之类的可能会好 饮品 泡浅水 早餐应该有 因为赶着上班的人 应该也会蛮需要的 我觉得有饮料 一些小的东西 小的零食 我觉得应该都还不错 都是比较需要的东西 尤其是比如说夏天我渴了 我到那个下了BRT 就可以买一杯冰饮吗 如果说我有一个店 正正的就开在BRT乘客 出入口的位置 大家第一印象可能会觉得 我这个店的生意差不了 不一定 可能大家还有点印象 就是在几年前 这些站点上都有一个便利店 可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这些便利店就开始 一家一家的关门了 对这样的情况 公交场站公司 是不愿意做回应的 那好 我们来给大家 做一个市场调查 看看到底 是这些站点的电租太贵 还是客流的消费能力不够 在BRT四北路口站 陡西路口站的天桥下 两侧都有不少店铺 经营着各种各样的商品 那么这些商家的电租 与BRT站点的 每月7,350元相比 相差多少呢 大概租近一个月 4,000块左右 我这边现在已经到了7,000多了 以下河路为例 一间面积在10平方米左右的 沿街店面 租金已经达到4,000元以上 20平米左右的挑高店面 大约为7,000元 单层面积能够达到 30平方米以上的 租金就要超过1万元 如此计算下来 BRT天桥上的经营点 面积基本都超过30平方米 7,350元的起拍价并不算贵 不过这些沿街店面的老板 对BRT上这些经营点的前景 却并不看好 面积是有点大 但是我觉得可能比较担心 他买一些水那些 你说利润不高 利润你做不了那么多生意 流量大 它不一定都会消费 它那些人流量都是赶着上下班 那些什么的 那个社比较多 但是它不一定会消费的 应该不是很好 早在2009年 BRT方面就与夏门 亨士达购物广场有限公司合作 2011年在BRT沿线站点 开设了12家便利店 然而到了2014年 这些便利店就全线关停 仅留下第一码头的一家 记者也联系了亨士达公司 不过他们并不愿意 就这些问题做出回应 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BRT沿线站点的店家 经营不起来呢 有连锁超商业内人士就表示 作为BRT沿线配置的经营点 这18个店面用来做便利店 最为合适 同时还能够体现 厦门整体的服务性 给市民游客带去方便 但同时因为BRT沿线的便利店 处于快销性质 盈利面确实不太多 是一个国有企业的公务设施 就是商店市民可能作为第一首要 而不应该把这个点 作为一个盈利的点 打到个厦门的一个服务的品牌吧 商店市民的商业观察 做完这个BRT以后 能够比较方便地 买到一个亲近市民的商店 所有的地铁点 BRT点 消费者的目的是 我尽快地离开这个点 我顺便带点东西走 它不是目的性购买 它不可能销售额太高 而在这次的招租中 每个经营点的平均月租 7350元起 再加上盈利面不大 岛内站点的便利店 想要盈利已经略显困难 岛外站点很可能连回本都成问题 对此 业内人士表示 BRT站点这种以便名为首要任务的经营点 必须要先对成租企业的经营资质进行考量 把好质量关 租金的计算则应该与营业额挂钩 谁出资高 谁来经营这种想法 很可能会催生不健康的经营状态 记者王宇坤 杨人杰报道 我们关心一下海舱大桥的通行情况 受旋锁桥局部翻修第二阶段的影响 从昨天晚上十点 一直到下周一的凌晨五点 海舱大桥进岛方向 靠右侧的主车道和应急车道是封闭施工 而且海舱大桥旋锁桥的东锁塔 下个星期要进行防腐涂装的作业 到时候进出岛双向的部分车道都会封闭施工 大家要做好拥堵的准备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十点 可以看到在我身后 工作人员正在对海舱大桥 要进行封闭施工的区域 进行这样的一个危档 那么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22号的凌晨五点 海舱大桥进岛方向主桥的 最外侧的车道和应急车道 都将处在这样一个封闭施工的状态之下 部分车道封闭之后 海舱大桥进岛方向 就只剩下两个车道公车辆通行 不过因为车流量不算太大 所以昨晚并没有造成 桥面上的交通拥堵 随后工作人员开始 划定桥面需要翻修的区域 并用切割机开始挖出旧的厘青层 预计到今天晚上 桥面破损路面将被挖出干净 旧的路面挖除掉之后 然后这个打磨干板 以及说这个刷涂底下的这个防水层 那这是维修的 就是这个中车道的 这个一个部分的 一个这个铺砖的 这个拥抱跟推移 据介绍 这次翻修的主要是海舱大桥 主桥选锁桥路段 进出岛方向的重型车车道 宽度在1.5米左右 总面积大约600平方米 占桥面总面积的1.69%左右 另外22号晚10点到23号早上6点 以及24号到28号 每天的零点到凌晨5点 工作人员还将对海舱大桥 选锁桥的东锁塔 进行防腐涂装作业 届时进出岛双向的小型车车道 和应急车道都将封闭施工 并且还会搭建防护棚 那为了防止说一些高空坠落 对过往行车造成一些危险 那我们要在这个横跨整个桥面 要抓搭一个防护棚 虽然是夜间嘛 车稍微少一些 那是因为也因为车少 所以有些可能车速比较快 那希望就是说 届时途经这个海舱大桥的车辆 就是车主那谨慎一点 记者王玉昏黄超报道 另外海舱大桥进岛以后呢 下桥的这个位置 就是湖滨北路和湖滨中路的交叉口 今天也开始围挡施工 通行有了变化 公交站点和线路也有变化 因为是施工围挡的第一天 个别不太了解情况的车主 还是误闯了单行道 上午在湖滨北路湖滨中路路口 施工方已经开始对道路进行围挡 双向仍然各保留了三个车道 不过在路口的四个方向 都挂上了限时尽佐的交通提示牌 根据计划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018年7月30号 每天早上6点到晚上11点 这个路口四个方向都禁止机动车左转 由于今天是星期六 车流量不算太大 整体交通还算比较畅通 而随着施工尾挡 路口周边的交通组织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石亭路由双向通行 调整为由东向西逆时针单向通行 想要从湖滨中路北侧右拐进入湖滨北路的车辆 都需要从石亭路右转绕行 虽然路口的交通标线已经改变 还增设了交通引导牌 但上午还是有一些车主违规从湖滨北路 右拐进入了石亭路 一些居住在石亭路附近的居民也担心 交通组织方案改变之后 本来就比较狭窄的石亭路 交通压力会更大 应该就是说从主干到改到这里的话 应该就是说道路会应该变窄了 会比较急了 因为毕竟说这是一个小区的一个路 它流量大的话应该会停路的 我以前都是从体育路然后走滨北 然后再从小学那边绕过来 但是现在这样的话就必须得从体育路 先越路下面绕下来的时候 湖滨中路本来从绕到最右边车道就不好拐了 公交站点的调整也让一些居民有些不适应 上午记者在已经临时取消的北侧特贸站看到 虽然站牌上挂出了醒目的提示信息 不过还是有不少人在这里等车 你知道这个站点缺移了吗 不知道刚刚才说 肯定比较不方便了 我们整天在这边出路 那也没办法 要以大机会为重 交警部门也再次提醒 大家要按照现场的交通标志标线通行 目前这些路口的交通压力依然不小 希望车主行车注意礼让 记者公家王汉阳报道 去过几美龙舟池的市民游客都知道 龙舟池的风景很漂亮 但是池子周边没有护栏 走路呢都要靠里面走 生怕走着走着掉下去了 我们就报道过 车呢开进龙舟池里的新闻 好在这样的情况终于有了改变 现在这个龙舟池周边已经建了一圈的护栏 安全多了 19号下午记者再次来到极美龙舟池 发现以往没有围栏的龙舟池 现在已经被这种白色实质围栏所包围了 围栏的外形也与旁边极美学村的 加更风格融为一体 由于正值暑期旅游高峰 龙舟池边的游客不少 游客们在围栏外拍照赏景 一些游客还会坐在围栏上休息 施工方告诉记者 这些围栏高58厘米 绕湖一圈的总长度为1520米 从今年4月份起 龙舟池周边开始进行整体提升改造 而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这绕湖一圈的围栏 这个死体围的这个栏杆感觉当然就协调很多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有 今天是比较没有 前几天都很多游客 人家就会坐在那边 可能有的时候走累了 腿酸了 他会坐在那边烧一下 刚好也有树嘛 我觉得说龙舟池般围这个栏杆比较协调 这样子更保险一点 才不会说车子开下去掉下去 除了围栏 在龙舟池靠近龙船路一侧的人行道上 我们也发现这上边的地砖是全部重新铺设过的 那么施工人员也告诉我们 这些地砖全部采用的是透水砖 那么在雨天的时候 这些地砖上就不会有积水保障行人的安全 记者也了解到 目前龙舟池沿岸提升改造工程还在继续 接下来龙船路的水泥路面将全部改造成沥青路 鳄鱼园到熬园路路段的水泥路面 也将改造成具有加更风格的石板路 同时龙舟池沿海一侧的绿化景观也将进行提升改造 记者雄伟 王汉阳报道 稍后还将看到今天凌晨发生离奇车祸 男子脚抽筋躺在路中间被车碾压身亡 欢迎回来 是杨晨控制考评组 在近期的走访中发现位于下河路文造路口 显眼位置的一处拆迁工地施工极不规范 适用讯报我们来关注一下 通过走访能看到这一拆迁地拆迁的建筑物为下河路798号 也就是下河路文造路口的位置 这一路段本身就处于车多人多的状况 但相关的拆迁措施却极其简单粗暴 大量扎土和拆除了一半仍摇摇欲坠的废墟 就毫无遮拦地呈现在人行道上 连接绿化带上也堆满了防尘网之类的杂物 仅留半米左右遍布污染的人行道 供行人通行 不仅存在严重的阳尘和安全隐患 杂乱的拆除现场也令繁忙街区的市容受到了明显影响 据考评人了解 这一拆迁地目前由中铁12局委托厦门爆破公司作业 希望工地呈现出的野蛮拆迁状况 能够引起施工单位及市地铁办的重视 尽快采取措施规范施工行为 记者刘华报道 在昨天晚上八点左右 湖里嘉河路和南山路交叉路口一辆土方车 撞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 事故造成了电动车上的两人当场死亡 昨晚记者赶到现场时 警方已经拉起了警戒线 事发地点就在嘉河路出岛方向东方明殿路口 两名男子躺在路面上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在他们的身旁散落着一些电动自行车的碎片 可能是因为撞车之后 两人还受到土方车的碾压 现场的情况十分惨烈 而一辆敏地牌照的土方车 就停在距离死者十米开外的道路边 一辆电动自行车还卡在土方车车头下方 由于事发地点是一个十字路口 过往的车流和人流都非常大 再加上不断有人汇集过来 现场交通陷入了拥堵状态 可能转车嘛 不知道是什么 不知道是什么小车还是电动车 可能转到的吧 从旁边那边过来的 过来看一下 据初步了解 事发时土方车是往初岛方向行驶 在交叉路口与横川马路的电动自行车相撞 电动自行车上的两名男子当场死亡 土方车司机当场已经被警方控制 而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到昨晚十一点左右 事故现场被清理完毕 附近交通也恢复了正常 记者谢从斌方艺州报道 另外在今天凌晨零点左右 在会展路鸣发新城对面 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有一名男子突然脚抽筋 就躺在了马路中间 被一辆飞快驶过的小车碾压 不幸当场死亡 凌晨记者赶到现场时 民警正在进行事故勘查 肇事的白色现代小轿车停在路面 在小轿车右后方大概50米左右的路面上 躺着一名男子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现场还有男子的女友和他们的一个盲人朋友 男子的女友说男子时常会脚抽筋 昨天晚上他和男友带着朋友刚从海边玩回来 事发时他和朋友都在会展路 会展中心一侧的人行道上 男子突然脚步抽筋躺在了会展路中间 突然间一辆小轿车沿着会展路 由南往北飞快行驶过来 从男子的身上碾压过去 我看不到我这里面我都听到声音了 然后碰碰一声就这样子 他脚有抽筋是天天性的嘛 然后抽筋的时候躺在那里 车子就一下压过来了 突然一下 对 头脑撞得很响很响 据了解车祸中死亡的男子今年26岁 来自四川在厦门从事美发行业 这两天刚好休假 就带着女友和朋友来会展中心海边玩 没想到竟然发生了这样的意外 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 警方还在调查中 记者消新 黄超报道 女儿在学校被同学欺负 父亲心疼女儿 一时气急 带着女儿一起上同学家理论 本想着找对方的家长谈一谈 没想到最后双方竟然是打了起来 慌乱之中 父亲持刀捅伤了两个人 近期私明法院公开审理了这期 故意伤害 30岁的被告人周某来自重庆 今年以来 周某的女儿经常告诉他 自己在放学的路上 总是被三个男同学吐口水推搡 1月14号中午 女儿再次向他诉苦 周某心疼女儿 决定带着女儿去其中一位同学家 讨个说法 会欺负你就是他正常地学习和生活 受到的影响 我想着上门投诉 你解决这个问题 周某说 因为担心自己和女儿受到伤害 于是在包里放了甩棍和菜刀 因为我有在那个村子里面住一段时间 知道村子里面有些临房不安全 所以我怕自己和女儿受到伤害 一是为了壮胆 第二呢 也是为了可能可以保护自己 周某将女儿留在楼下 自己独自上楼 在三楼的一个房间 周某找到了欺负女儿的男孩 于是他大喊着 要男孩的父母出来 接着那孩子在里面冲我喊 他说 又不是我一个人打你女儿的 还有另外两个人也打了 我听到这话就走进去 打了他一巴掌 然后他哭喊了起来 男孩的哭声引来了四个大人前来 围殴周某 周某被打倒在地 慌乱中 周某从旁边的茶几上 抓到了一把折叠匕首 胡乱筒刺 导致一名被害人心脏破裂 腹部受伤 另一名被害人脸部至颈部受伤 检察机关认为 被告人周某因琐事 迟到故意伤害他人 致一人重伤一人轻伤 他的行为应当以故意伤害罪 追究刑事责任 目前四名法院还在对这起案件 做进一步的审理 记者郁伯飞 方艺舟 特业记者杨长平报道 广告后我们来关注全市环境空气质量 好 我们来关注一下 今天我市的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截至下午的三点 评价空气质量的六项污染物指标 都达到了优积的标准 到了晚上的七点 我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是52 空气质量为2 首要污染物是PM10 我国现在已经稳居世界第一水产大国 尽管产量上去了 但是资源和环境问题更突出了 因为环境污染和过度捕捞 鱼业资源持续衰退 甚至出现了东海无鱼的水域荒漠化现象 我们来了解一下 农业部表示 近年来鱼业生产供给市场一直较好 但也出现了捕捞产能严重过剩 品种品质不高 鱼业资源持续衰退等问题 以长江流域为例 这里分布了鱼类370鱼种 其中170种是长江特有的鱼类 多数受到生存威胁 其中白旗屯白巡已经灭绝 中华巡和姜屯等极度病危 农业部数据显示 长江四大家鱼 青鱼 草鱼 莲鱼 雍鱼 从占鱼货物的80%降至目前的14% 产卵量也从300亿尾降至目前不足10亿尾 仅为原来的3% 目前长江年淡水捕捞量仅为约10万吨 不足最高年份的四分之一 近海鱼业的过度捕捞问题是鱼业资源发展不可持续的原因之一 我国管辖海域的鱼业资源可捕捞量大约是800万吨到900万吨 而实际的年捕捞量在1300万吨左右 由于过度捕捞和环境因素影响 我国近海鱼类产卵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海洋鱼业资源严重衰退 东海无鱼已经成了事实 其他海域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无鱼可捕的情况 农业部表示 当前我国鱼业捕捞产能严重过剩 品种品质不高 鱼业资源持续衰退 要坚决压减捕捞产能 下面再来了解下明天下我们的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大气污染扩散条件不错 预计明天我是空气质量等级为良 有PM10的影响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特区新闻广场的全部内容 感谢你的收看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